距离香港立法会选举不到5个月 香港多个激进组织也陆续宣布派代表参与选举 昨天晚上香港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 和香港学联前领袖罗冠聪也宣布成立新政党 取名香港众志 新政党计划派人出征9月的立法会选举 意图逐渐改变香港的政治版图 全面落实公投 香港众志10号晚上举行成立典礼 由前学联秘书长罗冠聪担任主席 前学民思潮发言人黎魏洛担任副主席 黄之锋担任秘书长 周庭出任副秘书长 香港导演兼影评人叶剑行出任常委 主席罗冠聪也宣布计划派代表 出征9月的立法会选举 包括出战港岛以及九龙东 曆国 поч务 qualified 承证ematically 承证事情 ác奖出马上 共有党蜂照 发生回业 强调iform 这一代 sam 八 PRESID 東 新政黨以民主自決為綱領 希望實現香港公投 自決前途 由於黃之鋒還未達到參選的21歲法定年齡 因此無法參與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香港眾志也預測 選舉預算開支最少200萬港元 除了香港眾志之外 同日青年新政等六個散後組織 也在同一天宣布進軍9月立法會選舉 計畫初選九龍西 九龍東 新界西以及港島區 NTV7綜合報導 二虎勢 一虎勢 二虎勢